要減肥很多人都會避免吃芝士 因為它含高熱量和高脂肪 但最近外國的一項研究就發現 芝士有助於防糖尿病 美國臨床營養雜誌刊登一項研究 說每天吃55克即大約兩片的芝士 就可以降低患糖尿病的風險達到1成2 研究又指每天吃55克的乳酪都有同樣的效果 專家認為芝士和乳酪裏的益生菌 可以降低膽固醇 而當中的維他命D、鈣質和美質 就是有助於防糖尿病